午后的阳光转瞬即逝 深冬的皇城上方再次飘雪 萧欣宇跟在慕容晋身后 来到夜兰殿前 殿前站着一位气质冷冽的侍女 她是上官蓝的贴身侍从秦霜 实力未知 段位不详 萧欣宇每次来夜兰殿 都会特意观察一下秦霜 在魔神之眼的探测下 萧欣宇可以确定 秦霜不是一名玉兽师 而是一名女巫法师 这个职业跟炼金术师一样 早已淡出人类的视线 入不了主流职业的行列 可谓是冷门中的冷门 而且 想要踏入女巫法师这个职业 必须具备巫族血脉 萧欣宇在青龙图书馆 看过一本巫族史册 巫族血脉很久之前已经断层 这也是女巫法师的数量 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的原因 慕容将军 萧大人 秦霜微微欠身行礼 语气不卑不亢 对慕容晋和萧欣宇行礼 只是出于礼仪 以她的特殊身份 并不会在任何人面前 第一人一等 慕容晋直言道 我们是来汇报 两国联合狩猎计划的详细战况 秦霜的声音 没有丝毫感情的波动 慕容将军 目前女帝大人正在会客 是一位很重要的客人 还请您和萧大人在店外稍候 萧欣宇双手揣在兜里 瑟瑟发抖 小声吐槽着 站在店外干等 这天气这么冷 还下大雪 这时 店内传来上官兰的 空灵寂寥的嗓音 让他们进来吧 不得不说 上官兰还是宠萧欣宇的 听到萧欣宇抱怨 站在店外太冷 便立即将其召入店内 秦霜 是 女帝大人 随后 秦霜侧过身子 让开一条道路 并做出请的手势 萧欣宇跟在慕容晋屁股后面 朝着店内走去 心里产生好奇 大冷天哪 这上官兰 到底在会见什么客人 进入店内 萧欣宇快要冻僵的身子 恢复温暖 当萧欣宇抬起头 发现正在和上官兰下棋的人 是一个陌生的女子 女子抬眸 仅仅一个眼神 便拨动了萧欣宇的心弦 萧欣宇见过太多一等一的美女 况且 还有慕容欣欣那样 颜值爆表的女友 所以 市面上 那些所谓的好看女人 根本入不了她的发眼 但眼前这个陌生的女子 却给萧欣宇一种特别的感觉 让她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甚至有些痴迷 女子身着一袭冰蓝色的衣裙 布料单薄 根本没有任何遇寒作用 足以见得她的段位 在九星御寿师之上 毕竟 只有九星之上的御寿师 才能超越凡人的体魄 一定程度上 免疫环境带来的影响 女子的容貌 若是与出尘绝力的上官蓝相比 自然要差几分 可她那特殊的气质 能够轻易拿捏每一个男人的心 这是一个典型的苦相美女 长发用一根发簪盘起 这是男人无法抗拒的人气发型 哪怕她不做出任何表情 看起来都像快要哭了一般 惹人疼惜 她的气色并不红润 脸蛋与嘴唇微微泛白 一双美眸 如同天生续满哀愁的池水 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了解她的故事 这就是上官蓝会见的客人 以她的气场 肯定是大人物 萧欣宇的魔神之眼 清晰感知到 女子身上散发的强大气场 这股气场远在九星之上 女帝大人 没想到您今天会见的客人 是立国的女皇 慕容静这句话 让萧欣宇为之一了 她是立国女皇 亲圣呀 萧欣宇平时没少耍手机看新闻 主打一个紧跟时事 国际新闻板块 金圣雅的名字 频繁出现在热搜上 因为 她是立国的统治者 段位和上官蓝一样 都是御寿帝 同时被世人尊重为冰雪女皇 她麾下的 有一只是神体 三阶 的冰系御寿 能够操控绝对灵度 是世界上一只最强的冰系御寿 难怪她的气质 如此特别 小心与小声嘀咕着 金圣雅的经历 并不是什么秘密 她原本并非立国的统治者 立国的统治者 是她的未婚夫 大婚当天 立国的首都金儿城 遭受高阶魔兽军团夜袭 金圣雅的未婚夫 在战争中不幸身亡 一国之主战死 引发全国恐慌 为了稳固局面 金圣雅被迫赶鸭子上架 守火拐的同时 坐上立国国主的宝座 她的眼神 为何如此哀愁 她的脸上 为何毫无血色 她的发簪 为何挂着一朵 象征哀悼的白话 一切都说得通了 这些都是未亡人的特征 这位立国的统治者 看似高高在上 但在每一个 孤寂冰冷的夜晚 她也只是一个 可怜的寡妇 一生都要被囚禁 在冥婚的坟墓里 萧星宇再次看向金圣雅 心里暗暗感慨 这姿色 这气质 简直就是 先天未亡人圣体 然而萧星宇的眼神 依旧清澈 没有丝毫误会和杂志 她只是单纯欣赏 金圣雅身上的特别之处 但尚未达到曹贼那种 贪恋他人妻之美的癖好 等等 萧星宇灵光一闪 系统提示过 获得龙破珠的方式有两种 从上官兰手里获取 或者从金圣雅手里获取 相比之下 似乎后者简单一些 龙破珠 可以用来复活 清顶圣龙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上官兰和金圣雅手里 有这样的宝物 上官兰城府太深 疑心太重 萧星宇不想 在她身上冒险 万一引起对方怀疑 那么之前好不容易 建立的信任就白费了 所以 萧星宇把主意 打到了金圣雅身上 但具体细节 还要从长记忆 圣雅 慕容将军 你很熟了 接下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龙国年轻一辈的天才 萧星宇 黄科院的黑植 金圣雅的目光 落在萧星宇的身上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也是第一次对视 金圣雅露出 有气无力的微笑 声音轻柔 没有半分 立国女皇的高冷姿态 萧大人 你的神奇故事 在我们立国 也是流传很久了 第一次见面 你果然是一表人才 萧星宇恍惚片刻 他方才被金圣雅的笑容迷惑 失了神 女皇大人 第一次见面 是我的荣幸 此刻双方 还无法预料到 在不久的将来 两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直接影响龙国与立国的关系 甚至掀起一场 致死方休的战争 慕容将军 你可以汇报战况了 慕容经愣了一下 看了一眼 坐在上官兰对面的金圣雅 上官兰倾笑道 无妨 汇报吧 金圣雅抿了一口热茶 说道 慕容将军 让我顺便听一下你的汇报 我回国后 就不用赵建英总督浪费时间了 萧星宇可以看得出来 上官兰和金圣雅的关系不错 虽然算不上归中密友 但起码是朋友 接下来 慕容经开始汇报 两国狩猎计划的战况 萧星宇时而在一旁补充细节 几分钟后 慕容经汇报完毕 上官兰和金圣雅对视 彼此点头 满意这次双方合作的结果 蓝雪狐是龙国和立国的交界处 击杀死神幽禅王 对于两国的国境线安全 都是极大的保障 至于战利品的分配问题 上官兰和金圣雅都不会插手 全凭慕容经与引文剑决定 死神幽禅王的魔兽金河 自然由慕容经处置 他将其赠给萧星宇 上官兰也是默许认可了 毕竟萧星宇现在是上官兰最器重的人 一切资源都会优先向萧星宇倾弦 慕容将军 既然汇报完毕 你可以返回海军总部了 还有你 萧星宇走出殿外 右转执行 还有重要的事情在等你 上官兰发话 萧星宇和慕容经只能言听计从 慕容经走出殿外 与萧星宇告别 他要尽快赶回海军总部 坐镇冰火岛 守护龙国的海岸线 萧星宇按照上官兰的吩咐 出门右转执行 一路上 萧星宇低垂着脑袋 满脑子都是金圣雅和龙破珠 怎样才能在金圣雅的手里 拿到龙破珠呢 这只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连熟人都不算 更谈不上朋友 看来有必要谋划一下了 对了 上官兰这次约见金圣雅 到底在谈什么 难道是某种秘密合作 萧星宇突然驻足 翻飞的思绪 被眼前的景象瞬间拉回 不知不觉 萧星宇走到了地魂寺的门口 差点忘了 夜兰殿出门右转直行 尽头就是地魂寺 上官兰说 有重要的事情在等我 萧星宇抬起头 大门紧闭 门口连守卫都没有 门后也是死一般的寂静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且悦耳的女青鹰 从萧星宇背后传来 别盯着紧闭的大门看了 就在昨夜 地魂全员出动执行任务 所以现在地魂寺里空无一人 萧星宇转身 露出意外而又惊喜的表情 公主 好久不见 是哦 好久不见了呢 小大人 婷婷玉丽的上官浅 站在萧星宇的面前 雪花落在她那头 飘逸的紫色长发上 让她本就金贵 清冷的气质 更添一分傲然 萧星宇有段时间 没见到上官浅了 毕竟两人身份不同 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 但只要重逢 两人的关系 还是一如既往亲密无间 毕竟曾经一起 在黄烟城出生入死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萧星宇收敛笑容 转念一想 挑眉道 女帝大人说 有重要的事情在等我 该不会 没错 我就是带着重要的事情来找你的 或者说 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上官浅往前一步 贴近萧星宇 这个距离 上官浅的体香 在寒风的诱导下 不断往萧星宇的鼻孔里钻 因为身高差距 上官浅不得不点起脚尖 红唇尽可能靠近萧星宇的耳畔 确保悄悄话 只有彼此能够听到 我今天的身份 不是龙国公主 而是和你一样 都是地魂一员 萧星宇低头 可以看到 上官浅记在腰间的地魂令 接下来 上官浅用严肃的语气 威威道来 根据地魂的调查 罗刹门内讧后 副门主幽姬欲要取代门主之位 因此 他下达了屠杀令 要将十二鬼将全部击杀 身为地魂一员 萧星宇知道 十二鬼将有关的情报 这是罗刹门门主 豢养的十二个心腹 十二鬼将的代号 由十二生肖命名 分别是 鬼鼠 鬼牛 鬼虎 鬼兔 鬼龙 鬼蛇 鬼马 鬼羊 鬼猴 鬼鸡 鬼犬 每一位鬼将的段位 都达到八星 顿了顿后 上官潜继续往下说 根据已知情报 如今的十二鬼将 其中九位 已经被幽姬处决斩杀 只剩下鬼鼠 鬼虎 和鬼犬 这三位幸存的鬼将 逃脱幽姬的魔爪 在地魂的追查下 他们的踪迹 最后消失在冰雁川区域 萧星宇的脑海里 浮现出世界地图 不由的南南滴雨 冰雁川 和蓝雪湖一样 都位于龙国与立国的交界线上 上官潜正色道 萧星宇 现在地魂全员 包括先生 还有其他任务要执行 所以 我明白了 追查鬼鼠 鬼虎 和鬼犬踪迹的任务 只能落在咱俩身上了 上官潜笑着点头 没错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萧星宇也笑了笑 玄机瞬间冷脸 嘿嘿 这个任务我不接 话音一落 萧星宇转身就走 萧星宇 你什么意思啊 上官潜追了上来 他的腿没有萧星宇长 必须保持小跑 才能跟上大步流行的萧星宇 看起来有些可爱俏皮 萧星宇一边走一边抱怨吐槽 公主 你莫不是疯了 说白了 咱俩只是地魂的实习生 地魂的前辈们 还有先生 都去执行其他任务了 就靠咱们两个 去追查段位 接在八星的鬼属 鬼虎 和鬼犬 我还想多活几年 我姐 喊我回家吃饭了 萧星宇有自知之明 这趟浑水 她不想沾染 上官潜苦口婆心劝说 现在只有追查到 那幸存的三位鬼将 才能获取更多 关于罗刹门的信息 就靠我们两个 你不怕死 先生说了 我们可以暂时 借助黄真寺的力量 黄真寺的少卿敌大人 会全程协助我们 即便上官潜这么说 萧星宇还是摇了摇头 黄真寺只是负责查案的机构 黄真寺少卿敌江城 段位也仅有七星而已 而鬼属 鬼虎和鬼犬 这三个鬼将 段位都在八星 如果真打起来 萧星宇认为 己方胜算很低 上官潜又补充道 先生说了 血衣大祭司 正在赶回龙国的路上 我们在执行任务期间 他会率领一部分 帝魂成员 尽快与我们会合 现在你有底气了吗 庄姐 嗯 确实有底气了 帝魂组织的 血衣大祭司 就是帝魂二把手 也就是聂红庄 十分钟后 黄真寺 一个介于青年与中年之间的男子 在大屏幕上 打出一张电子地图 此人身穿一袭黑衣 气度不凡 眉宇间透着肃穆之气 正是黄真寺的少卿 狄江臣 当初在云氏父子死亡案上 狄江臣也跟嫌犯 肖星宇有过交集 肖大人 公主殿下 这是最新版本的世界地图 上官潜看向肖星宇 你来分析吧 肖星宇走上前 盯着电子地图 单手骂撒自己的下巴科 既然鬼属 鬼虎和鬼犬 这三大鬼 将最后消失的地方 是冰雁川 那么 根据地图分析 他们不会 逃入咱们龙国 那样无异于自投罗网 他们更不会 逃到立国那种 穷乡僻壤的极寒之地 所以他们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这里 肖星宇的手指 戳在地图的某一点 这个位置 位于冰雁川西路的布毛之地 但这片布毛之地的地底之下 却暗藏玄机 上官前眼前一亮 肖星宇 你的意思是 他们逃到西域鬼市去了 肖星宇点头 狄江臣附和道 肖大人的分析颇有道理 毕竟鬼市那种地方 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 没有法律的约束 最适合他们这样身份特殊的 丧家之犬 栖息藏匿了 肖星宇提议 狄大人 事不宜迟 咱们启程前往西域鬼山市 夜色深重 大片大片的雪花 从昏暗的天空中 纷纷扬地飘落下来 雪花在半空里舞蹈 有的像银蛇土星 有的像玉兔踏春 还有的像柳絮随风飞转 在肖星宇的视野里 整个世界都被白色覆盖 这里是龙国与立国的交界线 冰雁川 整座山脉 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 绵延千里 一眼望不到尽头 此刻肖星宇一行人所在的位置 是冰雁川的西路地带 从山坡往下望去 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平原 平原上寸草不生 也没有湖泊和河流 地面保持长年干裂 俯瞰就如一只老人的手掌 粗糙有黑 这片荒地 被称为不毛之地 也是鼎鼎有名的人类禁区之一 但在这片荒地之下 却另有一方世界 那就是西域鬼市 西域鬼市 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地 所以没有法律 也没有权力结构 以及统治者 这是一片公黑户消遣 娶乐 交易 赌博等各种功能 与一体的乐园 崇尚极致的自由 所谓的黑户 就是罪犯 死刑犯 又或者偷渡流浪的人士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 无法生活在阳光下 因为他们在原本生活的地方 背负了足以诛杀九族的罪孽 这种地方 太适合在幽济眼皮子底下 侥幸逃脱的三位鬼匠藏匿了 冰雁川西路山坡 萧星宇眺望着一片漆黑的布毛之地 内心不知道在谋划着什么 狄江城走了过来 小大人 今天太晚了 如果在黑夜进入布毛之地 我们很可能找不到西域鬼市的入口 一旦迷路 后果不敢设想 狄大人 我们今夜就在这里暗影扎站 等到天亮 再进入布毛之地吧 好 狄江城这次 为了配合萧星宇和上官前 或者说 为了配合地魂 亲其所有 黄真寺所有战斗高手 全部前来相助 说是高手 实则大部分段位和上官前一样 都是六星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黄真寺本来只是一个办案机构 打打杀杀并不是这个机构所擅长的事情 萧星宇环顾四周 段位最高的人 就是黄真寺少卿狄江城 是一名踏入巅峰的七星御寿师 公主 能不能与庄杰取得联系 让他尽快赶到 与我们会合 没有八星御寿师坐镇 萧星宇不放心 上官前吹了一声口哨 一只黑色乌鸦掠过天空 这是三族金乌神的半生兽 蝶血乌鸦 地魂首领度鸦 时常会把一只蝶血乌鸦 放在上官前身边 攻上官前拆遣 方便与组织内各个成员联络 冰宴川地带 没有任何网络信号 只能通过这种非鸦传输的方式 与外界取得沟通 接下来 大家在白雪矮矮的山坡上 安盈扎寨 萧星宇和狄江城 睡在一个帐篷里 呼呼呼 帐篷外暴雪纷飞 萧星宇裹紧睡袋 苦笑不已 没想到 平日里雷厉风行 肃穆庄严的狄大人 睡觉打呼噜 比电钻还响 萧星宇被狄江城的呼噜声 吵得睡不着 正好尿一袭来 索性钻出睡袋 当萧星宇走出帐篷 瞬间冻得呲牙咧嘴 这种鬼天气 如果我掏出二地 万一冻僵了怎么办 就在萧星宇打算返回帐篷的时候 突然听到隔壁帐篷 传出痛苦的声音声 这是 上官浅的声音 她这叫声 受伤了 萧星宇抱着好奇心 走到隔壁帐篷旁 隔着帐篷 萧星宇能够清晰听到 上官浅沉重 而又急促的呼吸声 这种呼吸节奏 她再熟悉不过了 每次受伤后 她的呼吸节奏也是如此 上官浅身上有伤 白天的时候怎么没看出来 就在萧星宇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阵狂风袭来 凡人之躯 在不召唤御寿的情况下 面对大自然的力量 就像纸壶的一样脆弱 狂风推动萧星宇的后背 萧星宇无法控制自己的身形 朝前栽倒 脑袋顺着帐篷的拉链缝隙 一头扎了进去 尴尬的一幕 就此上演 当萧星宇手忙脚乱爬起来 发现自己已经栽进了帐篷里 帐篷里灯光暗淡 上官前只穿了一条裤子 上半身没有衣物 只有几条止血绷带 缠绕遮挡胸前的关键部位 但也紧紧遮住了关键部位 至于锁骨 香肩 玉背 小腹 这些部位 全部暴露在萧星宇的目光下 此刻 两人同时猛逼 下一秒 上官前眼里腾起一阵杀气 萧星宇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说说看 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公主 对不起 我说 我是被风推进来的 你信吗 上官前握紧粉拳 交合道 我看你是故意不小心的 因为 两人的折腾和吵闹 不远处负责站岗的 黄真四少兵赶了过来 公主殿下 您没事吧 萧星宇急忙关闭帐篷的拉链 然后捂住上官前的嘴巴 这家伙竟敢 该死 靠我这么近 我上身都没穿衣物 上官前性感 而又雪白的动体 和萧星宇紧紧靠在一起 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 萧星宇散发的雄性荷尔蒙气息 在这寂寥的血液里 孤男寡女 气氛变得暧昧 上官前脸蛋通红 胶躯微微颤抖 正好萧星宇的鼻息 还总是喷洒在 他最敏感的脖梗处 公主 我不是故意冒犯你 但你现在必须听我说 萧星宇一边捂着 上官前的嘴巴 一边压低声音 事已至此 不能让守卫少兵们发现 不然他们会误会 有损你的名声 上官前侧过眸子 盯着萧星宇英俊的脸 原来他不是故意冒犯我 是在意我的名声 萧星宇暗示道 我接下来会松开手 你应该知道说什么吧 上官前眨了眨眉眸 表示自己明白萧星宇的意思 萧星宇慢慢松开手 上官浅身吸一口气 脸上的红韵逐渐消退 帐篷外 少兵一脸紧张 声音里满是担忧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您没事吧 请您回应一下 我没事 刚才做噩梦了 退下 我需要休息 是 少兵的脚步声远去 说明已经回到自己的岗位 萧星宇和上官前对视 同时松了口气 公主 刚才我真不是有意的 萧星宇 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但你现在请光好你的眼睛 上官浅双手护住胸前 脸上的红韵 尚未完全退去 反而再次攀升 只要是正常男人 都无法拒绝多看一眼 萧星宇是一个专情的男人 但出于男人骨子里的本能 他也没能忍住多看一眼 抱歉 形状不错 大小适中 极品 萧星宇赶紧脱掉外套 披在上官浅的身上 昏暗的灯光下 萧星宇发现 上官浅遍体鳞伤 尤其是腰背 到处都是淤青 刚刚缠好的绷带 往外渗出腥红的血子 萧星宇皱起眉头 他大概能够猜到 这段时间 上官浅持续着魔鬼训练 他不是在皇家学院的训练场 进行训练 而是在魔兽盘踞的深山中训练 身上这些伤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官浅 你好歹也是龙国的公主 有必要这么拼吗 我只是按部就班 完成母亲对我的期许 我不想让她失望 她上官蓝 就一点不懂疼女儿 上官浅被萧星宇这句话触动 唇半一张一盒 最终把想说的话咽了下去 萧星宇 我的事情你少管 上官浅 我们是朋友 我管你不行吗 呵呵 对 我们只是朋友而已 作为朋友 我担心你 不应该吗 两人吵了几句 同时哑伙 上官浅心里酸楚 他知道萧星宇 已经与慕容欣欣情定终身 却总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愫 只是朋友 这四个字 就是上官浅心中的一道坎 就在上官浅黯然神伤发呆的时候 突然听到嘻嘻嘟嘟的声音 萧星宇 你在干嘛 别说话 我再给你配药 上官浅凝望着眼前的少年 心中流淌一股暖意 只见他打开空间戒指 取出许多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 他努力配药的样子 让上官浅无法一开视线 萧星宇身为苍穹工会的特聘药师 平时都是为受伤的玉兽配药治疗 但上官浅不是玉兽 公主之躯细皮嫩肉 容不得半点马虎 单论配药 萧星宇花了15分钟时间 确保每一种药的剂量不会超标 毕竟是要三分毒 用药过量反而会适得其反 搞定 萧星宇借助青龙子铜顶 搭配用数十种药材 熬制调配出 最适合上官浅的药剂 看着散发着臭味的药剂瓶 上官浅一脸狐疑 你这样 靠谱吗 你在质疑黄科院的黑值 上官浅皮笑若不笑 呵呵 但我没说 转过身去 我帮你上药 不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还是我来吧 萧星宇的语气里 多了一丝命令的口吻 上官浅拗不过 索性转过身 把自己的后背 呈现在萧星宇的面前 这个女人 伤得最重的地方 就是背部 可惜了这么漂亮的预备啊 什么都遇 只会害了这位萧大人 为了确保药剂能够 被伤口充分吸收 萧星宇只能用指尖沾满药剂 然后在对方的伤口处 轻轻涂抹 这么一来 相当于萧星宇的手 直接抚摸上官浅的后背 越漂亮的女人 身上的敏感地带越多 背挤的中线 就是上官浅的敏感地带之一 偏偏这个位置伤得重 萧星宇沾满药剂的指尖 总是在这个部位来回妈撒 渐渐地 上官浅的呼吸变得急促 脖梗和脸蛋开始发烫 不行 不能继续下去了 否则 我会叫出来的 就在上官浅紧张不已的时刻 萧星宇突然停下动作 上官浅明显一愣 怎么了 是被我满是伤痕的后背 瞅到了 此刻萧星宇瞳孔抖动 紧盯着上官浅的后背 刚才有一瞬间 萧星宇无意间开启魔神之眼 然后便看到了上官浅隐藏的秘密 在萧星宇的视野里 上官浅的后背中央 浮现出一只特殊的骤印符号 这个符号 透着诡异的气息 像是某种特殊的语言文字 符号看起来 类似太阳和月亮融合 中间裂开一道缝隙 这道缝隙 就像一只灵动的眼睛 眼珠之内 还刻录着某种细小的字迹 似乎是某种语言体系的数字 这这是 巫族血脉的标志 女巫静咒 萧星宇的内心大受震撼 魔神之眼不会出错 上官浅身上 确实存在女巫静咒 这种静咒常人的肉眼无法看到 她是女巫的象征 上官浅是女巫 不 这不可能 她是上官兰的女儿 怎么可能有巫族血脉 难道她的父亲 不 巫族属于母系单传类型的血脉 族内没有任何男性 女性可以单独育女 繁衍后代 萧星宇沉思片刻 思绪很乱 最后脑海里蹦出两个字 养女 难怪上官兰对待上官浅 没有母爱的关怀 这两人的相处方式 也总是有着莫名其妙的隔阂 每次看到这对母女同框 我感受不到一点 母女之间该有的温情 更像是上级和下属 种种迹象表明 上官浅 或许不是上官兰的亲生女儿 萧星宇 喂 别发呆了 被上官浅拍了一下脑袋 萧星宇才缓过神 抱歉 刚才走神了 与我共处一室 心里却惦记着慕容欣欣吧 萧星宇只是善笑 继续帮上官浅的伤口涂药 上官浅吐出一口气 少女的心思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 药上好了 公主 今晚好好休息 这个药效很猛 明天醒来 保证痊愈 而且不留一丝疤痕 时间不早了 我就不打扰了 萧星宇收拾一摊瓶瓶罐灌 离开上官浅的帐篷 帐篷里 只剩下上官浅一人 她回忆着 刚才萧星宇宽厚的大手 捂住她的嘴唇 回忆着两人的身躯 靠在一起 回忆着自己的上半身 几乎被对方看光 回忆着她的指尖划过 自己背脊的酥麻感 上官浅红着脸 目光温柔似水 眉宇流露哀愁 低垂着头 呢喃自语 难道在爱情里 出场顺序 大于一切吗 上官浅尝试想过 如果自己比慕容欣星 先一步遇到消心雨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别忘记你自己的身份 七情六欲什么的 你没有资格去碰 上官浅突然如坠冰窖 这句话 从她的童年贯穿到今天 每隔一个月 或者半年 上官兰都会时不时 拿出这句话 当做长鸣的警钟 敲打一下上官浅 这句话 就是上官浅的噩梦 是啊 我只是母亲的工具而已 我不配享受七情六欲 就算我比慕容欣星 先一步出现在她的世界里 又能如何呢 上官浅揉搓自己的紫色长发 长腿弯曲 把泪流满面的脸颊 埋在膝弯里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有些故事值得分享 因为美好 而有些故事并不美好 甚至很糟糕 只能藏在腐烂的角落 拼尽全力遮遮掩掩掩 不想让你爱的人发现她 萧星雨回到自己的帐篷 狄江浅的呼噜声 还在打个不停 黑暗中 萧星雨睁着双眼 脑海里总是浮现上 官浅背后的女巫静咒 龙国公主与巫族女巫 这简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上官浅 你身上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萧星雨最不该做的事情 就是对上官浅的故事 产生好奇 正因为这个好奇 她和已经衰败不堪的巫族 结下不解之缘 天亮 经过一夜的养精蓄锐后 萧星雨等人精力充沛 准备进入不毛之地 寻找西域鬼市的入口 上官浅手里 拿着纸质地图 嘴里叼着一块压缩饼干 根据地图判断 西域鬼市的入口有两个 一个生门 一个死门 咱们所在的位置 距离死门入口很近了 生门和死门 只是用来把两个不同入口 进行区分的名字 并不是字面意思 狄江城开口道 那我们加快速度 等一下 我们现在这副样子 包括身份 不适合进入西域鬼市 萧星雨一边说 一边打开空间戒指 提取出许多款式诡异的衣物 包括帽子和头巾 大家换上衣服 从现在开始 我们是一支雇佣兵组织 代号血影 血影雇佣兵团 就此成立 活跃在西域鬼市的群体 主流部分就是雇佣兵团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乔装打扮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狄江城一脸钦佩 萧大人 还是您考虑的周到 上官浅眼里满是怨气 萧星雨 你给我挑的衣服 是人穿的吗 这么暴露 人家西域鬼市的女性 穿搭风格就是这样 苏胸半露 裙摆不着大腿 上官浅不能接受如此暴露的衣服 索性选择一套男性穿搭 依靠英俊潇洒的气质 女扮男装也没有太多违和感 但衣服的套数是有限的 上官浅选了男装 就意味着黄真寺里有一个人 只能穿女装了 遭罪的 就是昨夜那个哨兵 换好衣服 全军出发 进入死门 正式踏进西域鬼市的地盘 这就是西域鬼市 我还是第一次来 确实别具一格 此时 萧星雨一行人 只身于一条阴森的古道小巷 周围是各种摆摊的小贩 每个人脸上都佩戴了鬼脸面具 只露出闪烁诡异光芒的眼睛 街灯的灯罩里 燃烧着绿色的火焰 让整条街巷呈现阴暗的色调 空气里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某些街道的拐角处 矗立着笼罩黑雾的庙宇 里面有人吟诵着恐怖的皱纹 就连街边的大树上 也刻着用鲜血书写的符文 时而散发出迷幻的光运 这里只是西域鬼市的一角 整座西域鬼市 位于布毛之地深处的地下溶洞 这座溶洞规模巨大 因为鬼市的规模堪比影视剧中 经常出现的地下城 萧星雨行走在街巷之间 仿佛踏入了阴槽地府 周围的一切都透着死亡的气息 每个路人都如同行尸走肉 面无表情 上关浅加快脚步 靠近萧星雨的身边 低声道 鬼市规模太大了 相当于地面上的一座城市 在这种地方找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所以你有什么思路吗 萧星雨驻足 声音清冷平淡 开启有条不紊的分析 罗刹门幸存的那三个鬼将 既然逃到了这里 肯定不甘于过朴素平凡的日子 以他们的野心 就算落魄至此 也会立志成为 统治着西域鬼市的王 狄江城若有所思 萧大人 您的意思是 西域鬼市 民必为尊 财富最集中的地方 一定能发现他们的踪影 萧星雨说完这句话 目光落在角落的摊贩身上 这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者 头发花白如雪 半张脸爬满扭曲的疤痕 左手只剩下小拇指 他的摊位上 摆放着密密麻麻的玻璃罐头 罐头里 不知道用什么液体 浸泡着不同的人类器官 甚至还有孕妇的胎盘 听到脚步声 老者挤出一个谄媚的微笑 这位客官 您需要什么 别看我这摊位简陋 但卖的都是鸡品货 这一罐 16岁 大博 还有这一罐 13岁 更薄 至于这一罐 虽然很贵 但物超所值 毕竟 这是极其罕见的子母罐 上官浅 站在萧欣宇的身边 看着眼前这些玻璃罐头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连连干呕 西域鬼市 名不虚传 这里所有的交易和买卖 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内 都是违反犯罪 萧欣宇拿出一碟冥币 甩在老者怀里 老者眼睛虽瞎 但只需要指尖一捏冥币的厚度 便知道自己遇到了贵人 多谢先生 您给的实在太多了 要不 我这摊位上所有的货 都归您了 萧欣宇蹲下来 露出招牌式的微笑 老头 我不需要你的货 我只需要你 回答我几个问题 老者虽然上了年纪 但头脑清晰 原来先生是要打听事啊 怪不得听您的口音 不像本地人呢 西域鬼市 也有自己的本地方言 这里的人 因为常年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城 久而久之 声音里会透着一股沧桑暗雅 先生 你们出来乍到 问我算是问对人了 老夫在这鬼市摆摊三十年 别看我是个盲人 但鬼市内每天发生什么新鲜事 老夫全都知晓 老者的脸上 写着自豪 萧欣宇冷声道 少废话 我问你 最近一个月内 有没有外来人 在这里闯出了名堂 外来户 这个倒是没有 萧欣宇没有感到意外 而是继续问道 这一个月内 最赚钱的地方 是哪里 先生 提到赚钱 自然是死亡斗兽场之类的赌方了 我这天天摆摊 连续摆了三十年 赚的钱还不足人家 赌方开一次盘的零头呢 对了 说到这里 我想起一件事 老者清了清嗓子 继续说道 就在这一个月内 十二层骑楼的营业额 超越了其他所有如日中天的赌方 登顶鬼市产业市值的龙头榜首 而且是断层领先 排名第二的 生死方 营业额连他的十分之一 都比不上了 消息语言里闪烁睿智的光芒 总算查到一则有用的信息 老头 这个十二层骑楼 在什么地方 走过前面的奈何桥 然后又转走到底 您会看到一栋墙壁 由无数骷髅打造的楼阁 那就是了 老者只玩路 忍不住好奇 先生 您是打算去 十二层骑楼赌几把吗 不然呢 先生 看在您对我这么好的份上 我提醒您一下 去其他赌方耍一耍 算是小赌移情 运气好 还能大赚一笔 全身而退也很容易 若是去那十二层骑楼 轻则输得倾家荡产 重则赔上性命啊 萧星宇淡淡一笑 巧了 我就是去赌命的 啊这 老者凌乱在微风中 我们走 去十二层骑楼 萧星宇迈开修长的双腿 风风火火 展现出血影雇佣兵团的气势 狄江城 大家跟上团长的步伐 上官潜跟在队伍最后 东张西望 身为一名女巫 她对鬼市这种环境比较敏感 在她的五感中 能够感知到 更细致更微妙的东西 她能听到旧教堂的钟声 闻到黑暗中散发的霉臭 还能看到一些商店的橱窗上 闪过一道道张牙舞爪的幽灵 上官潜眉头一皱 俏丽的脸蛋上浮现一层疑云 好熟悉的气息 这鬼市内 有女巫法师的存在 上官潜背后的女巫静皱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她感知到了同族的存在 而对方也能感知到她的存在 毕竟 上官潜不是一般的女巫 而是巫族女神的后裔 体内流淌着大巫神女的血脉 就在上官潜发呆恍惚之际 一只宽厚的大手握住她的手腕 公主 这里处处都是危险 别掉队 上官潜人由萧兴宇 拉着自己的手腕 一行人穿梭在熙熙攘攘的街巷之间 赶往十二层七楼 街灯的光芒 覆盖不到的阴影角落 仿佛有无数颜念幽灵挑荡 浑浊不堪的空气里 酝酿着阴谋的味道 作者说 西域鬼市 萧兴宇以血影雇拥兵团团长的身份 街道周围的商铺生意兴隆 形形色色的怪人们 正在谈论着各种肮脏的交易 每一个街口连接的小巷里 都散发出恶灵的气味 此时 萧兴宇站在一条河旁边 河水呈现偏默色的昏黑 其中漂浮着森然白骨 河对面 是一座宏伟高大的建筑 建筑风格 类似古代的亭台楼阁 严涯高拙 最诡异的是 此建筑完全由惨白的骷髅头骨打造而成 看起来就像一座用来祭祀的古堆塔 屋檐上挂着红色的灯笼 连成一串 随风飘荡 这种白与红相间的色调 带有丧事与喜事的冲突 处处透着冷忧的忠实恐怖 十二层骑楼 就是这里了 上官潜扬起脸蛋 放眼望去 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的门前 挂着一块巨大的招牌 招牌上的字迹 有许多学手硬组成 连起来念 就是十二层骑楼 根据那位摊贩老者的描述 十二层骑楼 是最近一个月内 忽然爆火的赌方 短短一个月 他的利润远超其他赌方 登顶鬼市龙头产业榜一之位 要说这其中没有问题 谁会相信 走 我们进去赌击吧 萧欣宇先一步登上拱桥 越过河流后 进入十二层骑楼 上官潜和迪江城紧随其后 为了避免人多打草惊蛇 黄真寺的其他成员 没有进入楼内 而是潜伏在附近 随时待命 此刻每一个黄真寺成员的脸色 都很凝重 因为大家都清楚 接下来楼内 免不了一阵血雨腥风 只要听到迪江城的口令 他们就会以最快的速度 冲进楼内支援 今天我手机好 再赌一局 买定离手 哎 今天太倒霉了 输了个金光 老哥 能借我一点筹码吗 你不是还有老婆吗 按照这里的规则 老婆也能当筹码 拿来当赌注呢 好 我把我老婆压上 我赌大 萧欣宇刚进入十二层骑楼 乌烟瘴气扑面来 空气里弥漫着各种劣质香烟 以及围禁类烟草燃烧的味道 上官浅来到萧欣宇的身边 左顾右盼 男男道 这一楼大厅 类似于正规的赌场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萧欣宇低声一笑 我们的目标是顶楼 就在这时 一股浓烈的香水味 刺激了萧欣宇的嗅觉系统 每等萧欣宇反应过来 一具柔软的胶躯 已经靠在她的身边 这是一个身穿旗袍的美女 严格来说 是瘦人系美女 她身材性感火辣 容貌不差 只是身上的风尘气息太重 狐媚子般的眼神 只能勾搭一些好色之徒 对萧欣宇不起作用 而她的头顶上 竖起两只长长兔耳 完全体 三接 瘦人系 魅惑兔妖 旗袍美女的数据信息 难以逃脱魔神之眼的审判 这位先生 看着面身啊 是我们十二层七楼的头客吗 嗯 我是第一次来 先生 我是这里的七号客官 您可以叫我秦儿 秦儿一边用娇滴滴的语气 自我介绍 一边把御手搭在萧欣宇的尖头 轻轻抹撒 上官浅就站在一旁 白眼恨不得翻上天 面对艳遇 萧欣宇神色沉稳 笑音音道 我是第一次来 不了解这里什么项目最好玩 接下来 你做我的私人导游 这是给你的小费 萧欣宇掏出一大把冥币 一股脑塞进秦儿胸前的沟壑里 秦儿见钱眼开 布满胭脂水粉的脸上 笑开了花 先生真是阔绰 敢问怎么称呼 血影雇佣兵团团长 萧峰 萧团长 接下来我为您规划游玩路线 您跟我来 在秦儿的指引下 萧欣宇等人开始爬楼 十二层七楼没有电梯 只有首幅爬梯 这里的构造 更像是古代的客栈 没有丝毫现代科技的痕迹 就连灯光 都是采用最原始的烛火 萧团长 咱们现在来到四楼了 这里是风月场所 也是男人的天堂 我们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妹子 包括瘦人系美女了 有双胞胎 有母女 如果您有喜欢的 看对眼了 最低只需9998名币 就能把你心仪的女仆带回家 五分钟后 萧团长 咱们已经到七楼了 这一层会24小时呈现表演秀 如果您感兴趣 可以坐下来喝着小酒 细细品鉴 萧欣宇站在楼梯口 一眼就能看到 七楼内部的表演台 台上灯光绚烂 摆放着许多木桶 木桶里露出一个个女人的头颅 这些女人已经被砍掉了四肢 只剩下躯干和脑袋 躯干泡在药桶里 保证生命的维持 露在外面的头颅 牙齿全部被浅子泄掉 眼神空洞 只能发出嗡嗡的声音 台下的观众席 一群衣着光鲜的男人 翘着二郎腿 一边饮酒 一边欣赏台上的惊悚景象 萧欣宇不由皱眉 群体的恶趣味 然而 在这鱼龙混杂的西域鬼市里 畸形秀并非畸形 而是再正常不过的表演节目了 萧团长 我已经带您逛了七层楼了 没有一层您满意的场所吗 萧欣宇直奔主题 秦儿 这些项目 与我而言不够刺激 把你们这里最刺激的项目介绍给我 原来萧团长喜欢追求极致的刺激啊 那我们直接去顶楼 片刻后 在秦儿的引领下 萧欣宇 上官前和狄江城三人来到顶楼 也就是十二楼 进入大门的一刹那 萧欣宇的视野瞬间放大 十二楼的空间极其开阔 远超其他楼层 空气弥漫的 不再是烟草和酒精的味道 而是鲜血的腥味 咚 狂猫轰隆 整层楼时不时传出剧烈的撞击声 同时伴随着魔兽的怒吼和哀嚎 萧欣宇抬眼望去 这层楼的中央 悬挂着离地十米的巨大牢笼 牢笼的两侧连接着两条通道 此时通道的阀门已经关闭 牢笼处于完全密闭状态 牢笼内 一只猪腰和一只猎豹正在撕咬缠斗 猪罗腰超繁体 一接魔兽 赤影猎豹超繁体 二接魔兽 两只魔兽大打出手 双双身负重伤 猪罗腰的腹部血肉模糊 肠子流出一截 赤影猎豹半张脸撕裂溃烂 后支的伤口露出白骨 牢笼之下 一群人抬着头疯狂呐喊 红方加油 蓝方坚持住 我可是为了你 压上全部身家了 要赢了要赢了 我要走上人生巅峰了 毫无疑问 这一层楼的项目 属于赌博性质的项目 但赌的不是头子大小 也不是扑克牌的点数 而是魔兽的命 萧星宇开启魔神之眼 唇角荡开深沉的笑意 这个项目有点意思 秦儿一脸骄傲 萧团长 不瞒您说 我们十二层七楼 能登顶鬼市龙头产业榜一 就是靠这个项目呢 您要不要赌几把 玩两局 正有此意 此刻的萧星宇 是一个亡命赌徒 但他赌的是能在这里 揪出罗刹门余念